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一家的咖啡廳 它就是裡面 特別的是兔兔 你怕兔兔嗎 你怕狗嗎 怕 所以有兔兔應該是OK 我們第一家是有花園園 比較有世外桃園的感覺 第二家就是時尚 廣美風 第三家我們就來一點療癒的 就是兔兔風 感覺裡面還蠻多人的 走吧 我們進去裡面看吧 可是我要先說好 因為叔叔他真的整個太會點了 第一家點太多了 吃太飽 第二家我們也太會點 點太多 有點吃不下了 所以第三家我們決定就是 雖然沒有點飲料 我們可能會決定要買飼料 餵兔兔 或者是我們在看店家有什麼規定 我們就依店家的方式來消費吧 我們先進去吧 GO 要先消毒喔 先消毒 那我覺得你們應該要從頭到尾吧 這樣子噴 他說這樣子 然後不要抓耳朵 不要抓肚子 然後抓的話下面這邊要hold住 這樣就可以了 伸直 不要讓他彎曲這樣不行 要伸直 這是抓兔子的方法 就這樣放著 舒服 喔這個這個這個 飲料 這個吃了 他們就自己上來還蠻好玩的 好好笑喔 好多 我在這邊好受歡迎喔 我決定要到泰國發展了 我決定要到泰國發展了 媽媽 沒關係啦 好玩喔 這真的太療癒了 然後我剛剛有講說 我們的飲料就是 低效化是一人一百塊泰銖 飼料是免費的 就是進來是免費的 就是可以跟兔兔互動 親親的啦 有親親的啦 來 因為他看桌上的 你要不要到那邊拍我這樣臉很大 沒在看桌上 好開心喔 他真的有吃啊 有在吃 你餵 你要不要餵 然後地上會有 會有一顆一顆圓圓的是他們的大便 可是我覺得大便是OK 跟大象一樣 因為他們都吃古類的 你看他在這裡 所以我都不敢動 沒關係啦 我會動然後就 就就就 等一下就拿消毒水噴啊 來 然後每一隻兔子 都有他們自己的名字 剛剛那個叫Bisky 然後他又說 尿尿 尿尿 我昨天被鳥屎襲擊 今天被兔尿 而且他的尿是超熱的喔 我講廢話是不是 他尿太多了 他剛剛喝太多了 店裡面有其他的客人 然後知道說 蛤你真的被尿了喔 我說對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抱著兔子 我又要認兩一隻了是不是 他說如果你抱著兔子的話 然後如果兔子在你身上尿尿的話 就代表他選定你當他的主人了 對 所以今天被選定了 而且現在又多了一隻了 你覺得他會 我 請不要靠近我 好壞喔 好可愛喔 等一下你很可愛 剛剛那一隻尿真的超多的啦 他是忍了一整天 等我出現才尿就是 你看剛剛那個來靠近你之後 我就走了 因為你身上有另外一隻的味道 好 What a lucky day 他說你被認定了 真的假的 因為我一尿 不是我一尿 是兔子一尿之後 其他的泰國人就說 啊你被選定當他的主人了 對 因為他喜歡 那重點我們那一隻 去哪 而且我現在搞的 我現在做我要腿要打開這樣子 有沒有 很乘涼 門不拆 其實我不是要像男人婆 是因為太絲啦 就是這一隻兔仔子 他尿了對不對 是不是他 眼睛 欸眼睛不是剛剛那個眼睛不是 欸不是還是他 是嗎 我就他 好我現在就是被邀請進去裡面 躺了 不是躺啦 躺 我腳 腳可以閉錢 我腳怎麼閉好這個很濕 這樣 來 1 2 3 1 天竹鼠欸這邊 你看他吃東西好好笑喔 麻辣麻辣 麻辣 麻辣 不要 不要 好可愛喔 唉唷 很好玩欸 而且他裡面不只是 天竹鼠喔 這是天竹鼠嗎 為什麼他會抖啊 就是 剛剛我問了一下 因為這個小姐就有說 他就記住每一隻的兔子 都叫什麼名字啊 幾歲啊 什麼品種的 然後他也有說 這一間呢 咖啡廳不只是兔兔咖啡廳 他也同時是一個 兔子Hotel的概念 兔子旅館的概念 有時候如果你要 外出 遠行 可能沒辦法照顧兔兔的話 你就可以把兔兔 拿來這邊寄放 或者是 住宿 可是呢比較遺憾的是 有時候 主人一放了他就沒有 帶回 帶回去了 所以有些兔兔是被遺棄的 還蠻可憐的 不過 如果 往 好的方向想 至少就是他們 有個同 有一個七森之地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所以我也蠻 蠻開心可以今天可以接觸到 這個 這個 欸他在找我 蠻開心可以接觸到這樣的 環境跟咖啡廳 很棒耶 好啦 那我們的飲料來了 待會兒要去喝 今天呢 希望我介紹了這三家咖啡廳 就是在那個 烏冬宿的這個 BTS這一站的咖啡廳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希望以後呢 叔叔也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我們到處跑跑跑跑跑 跑便呢 漫補所有的咖啡廳 吃的餐廳 所有的景點 因為我希望我的好姐妹 可以陪我一輩子 好不好 你好 好 到底好不好嘛 好 好 對 好啦 就是在我半強迫半勉強的狀態下 我請 就請他 就是承諾我要跟我一起跑 經典跑咖啡廳 真的很感謝有他 哇 我覺得人生在路途上 有個這樣的朋友可以相扶相持 是一個非常的值得 值得你去感恩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世界上有很多的困難 可能就是我們沒辦法面對 沒關係 可是至少我們一個知心的朋友 可以在旁邊陪伴你 希望今天亞美獎介紹的咖啡特輯 你會喜歡喔 想要知道更多亞美獎的泰國資訊 請記得訂閱亞美獎的Youtube跟粉絲團 掰掰 下次見